为时期,24岁就守寡的冯太后,突然一天身体不适,于是请来太医,太医在给冯太后诊脉过后,就心之不妙,额头上冷汗直冒,太医忙跪下道,太后只是伤寒,我开服药吃过就好了。 可是太医回家后,就带着家人赶紧跑路了,冯太后,北魏的女主人,她的一生可谓是传奇,从24岁就守寡,到垂帘听证,再到养了一群男虫,她的故事足以让人目瞪口呆,但是你知道吗,她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因为怀孕而死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张代年说过,所谓命运,是经过主观努力之后仍不可超越的客观限制,因而必须尽人事,才能知天命,天命不是完全前定的,然而,有些时候,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很神奇,仿佛上天早就注定好了,也就是天选之人吧,冯太后即如此,她一生开挂,令人惊叹。 公元441年,冯太后出生于北燕皇室,常乐郡信都县,今河北衡水市济州区,人,祖父冯红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国君,父亲冯朗曾任秦,拥二周刺食,母亲王室的血统也很高贵,冯太后的姑姑曾被选入围攻。 封为左昭仪,身受皇帝的宠爱,可见冯太后身是显赫,十分高贵,小时候应该过得十分幸福的,然而,事实却并非如此,在冯太后很小时,父亲冯朗因犯了罪,被朝廷处死了,家也被抄了,完全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,冯家的家属包括女眷也都被分配给了王公贵族,成了他们的奴仆。 冯太后因自幼长得聪明伶俐,端庄秀丽,仪容大方,被收入到魏宫里当了一名婢女,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宫里实在太多了,想要有出头之日,也是非常难的,然而,这些女孩子长大后,一旦被皇帝看中,那就很有可能飞上之头变凤凰的,否则就只能一辈子当婢女伺候主子,老死在宫里,幸运的是,冯太后在宫里有姑姑冯昭仪的照顾,境遇还不算太后。 最坏,姑姑堪称她人生的贵人,教她读书学理,冯太后聪慧伶俐,一学极通,很快长成一位容貌美艳,又知书实理的少女。 这时,聪明的姑姑就把她推荐给皇孙拓跋逊,不得不说,姑姑这一招很厉害,从此彻底改变了冯太后的一生。 这时,年仅13岁的拓跋逊即位当了皇帝,因为她的父亲太子拓跋皇很早就去世了,她就隔代即位当了皇帝。 这位冯太后的开挂人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由于冯太后资质出众,拓跋逊将11岁的她封为了贵人,四年后又将15岁的她册封为了皇后。 而且与拓跋逊夫妻感情深厚,那时北方政局还不太稳定,也为拓跋逊祖父拓跋涛当政时北魏虽强盛。 但她灭了群雄统一北方,又越马过江与南朝留宋抗衡等,如此连年战争给北方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。 因此拓跋逊即位后,就听取建言采取与民生系政策,发展经济,结好四邻,如此又使社会重新走向安定繁荣。 然而,天度英才,公元465年,年轻英武的拓跋逊即位也就十来年后,突然就英年早逝了,去世时年仅26岁,此后,她的长子拓跋宏记了位,史称魏县文帝,年纪轻轻,刚刚24岁出头的皇后冯氏也就被尊为了皇太后,但是暗北位立子沙姆的组织。 冯太后是要被处死的,就像汉武帝立刘福林为太子而杀其母勾异夫人一样。 然而,冯太后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,她的运气堪称好到爆棚,冯太后这么十多年来竟然没为拓跋逊生过一儿半女,也估计是终身不孕,都说古代后妃,母依子贵,但是冯太后却已生不出孩子而因祸得福。 真实情况是,拓跋宏不是冯太后的亲生儿子,她的亲生母亲是李贵人。 因此,李贵人就被按北位子贵母死的制度给赐死了,而冯太后就这样白白得了一个优秀的皇帝儿子拓跋宏。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拓跋宏即位时,年纪十二岁,这么小的年纪自然管不动国家大事,如此精明强干,炙烈过人的冯太后,便被推上了正纪舞台。 哎,这样看来,冯太后走上正纪生涯,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,所谓的天选之人也就如此吧。 什么是临朝称制呢?就是亲自过问国家大事,且亲自下指令的意思,也就是掌控整个朝政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几位临朝称制,女后,武则天,孝庄太后,慈禧。 其中唯一的女皇帝只有武则天,掌控朝政长达五十年。 最为了不起,女后虽有功设计,但重用女士子弟,致国家混乱,小庄培养一代明君康熙并对国家贡献很大,至于慈禧就不言了,这几位中,只有冯太后才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后,而如此美誉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平上的,没有一点历史功绩肯定不能上榜。 冯太后致谋过人,遇事果敢,敢说敢做,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等,她处理国家大事,考虑各方面利益,果敢决断,而且又注意安抚各方面人士,团结各阶层力量,因此冯太后威信很高,得到了大家的拥戴。 三年后,十五岁的拓跋红有了儿子拓跋红,冯太后认为拓跋红已足以在大臣们辅佐下处理国家大事了, 毕竟哪个女人不想在后宫舒舒服服享受而偏要为国事所累呢? 于是,冯太后就想还证给拓跋红,自己则退居后宫当一个轻轻松松,养尊处优的太后,还可以一心一意抚养孙儿,享受一下天伦之乐,细想一下,这就很有意思了。 古人十三四岁就结婚,冯太后做祖母退休时也很年轻,仅二十六岁,现在这样的年纪想都不敢想能当上奶奶, 其实北魏的皇室继承人都很短命,不然也不会把冯太后推到历史舞台,比如冯太后的丈夫拓跋逊十三岁即为二十六岁去世, 他和儿子拓跋红生儿子也都早仅十四岁左右,因此冯太后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, 二十六岁当祖母时也还是风华正茂,年轻美艳之时,同时也是青春换发,精力充沛之时, 而这时,她的几个婆婆都已经去世了,在偌大一个皇宫之中,可以说为她独尊, 而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子,面对寂寞冷清的后宫生活,难免不会生出一些风流月事来, 嫡母闹出绯闻,最没有脸面,最难堪的就是儿子了, 拓跋红对母亲的行为感到十分耻辱,后来流言飞语欲传欲裂之后,忍无可忍的她一怒之下, 就借机将冯太后的情人给处死了,母亲的寂寞,儿子无法理解, 为此冯太后勃然大怒,她认为儿子拓跋红太无情了,连这点乐趣也要被剥夺, 因此与儿子结下了仇,但后来,拓跋红后来细想之下十分后悔, 觉得不能这样对待冯太后,因为冯太后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 但一直都像亲生母亲一样对待自己,倾注了很多的心血, 再说自己三宫六宴,妻妾成群,却不能容忍守寡的母亲有一个知冷知热的情夫, 这也太绝情了,于是她就三番五次的讨好冯太后, 但是性格倔强的冯太后却始终不肯向她露出一点笑意, 看样子已经哀莫大于心死了,这也为拓跋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, 又过了几年,拓跋红到了十九岁时,就将皇位让给了五岁的儿子拓跋红, 即使上著名的孝文帝,生母也被赐死了, 自己则年纪轻轻十九岁就当上了太上皇, 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,拓跋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对此,有两种说法,一说是因为拓跋红喜欢皇老浮屠, 想要脱离臣氏专心修道, 一说是为了摆脱正事,集中精力与南朝作战, 其实,这都不是最令人信服的,最有道理的原因是, 拓跋红与冯太后关系已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, 拓跋红这人十分讲究孝道, 不愿意为正是在惹冯太后生气, 把帝位传给五岁的儿子后, 由冯太后去辅政,自己则可以亲征江南, 毕竟长时间离开皇宫或干脆战死, 也好过看母亲脸色处在尴尬境地当中, 然而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, 估计冯太后真的是心如死灰了, 即便拓跋红做了这么大的让步, 他始终都不原谅拓跋红,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 对他产生了杀意, 这一点我觉得冯太后有些可怕了, 在儿子与情人之间, 他终究选择了情人, 在拓跋红当上太上皇帝六个年头即二十四岁时, 冯太后终于找到机会, 把妓子拓跋红给偷偷毒死了, 为情人报了仇, 都说无毒不丈夫, 冯太后的狠毒手腕不亚于男子, 一代北魏县文帝, 二十四岁就死在了嫡母之手, 比他父亲死得太年轻, 令人唏嘘, 毒杀孝顺的妓子, 可说是冯太后一生的污点, 拓跋红死后, 十岁的拓跋红即位, 比他父亲即位更早, 尊冯太后为太皇太后, 拓跋红自幼就是一个乖巧聪明, 孝顺可爱的孩子, 情商与智商都很高, 他无论大事还是小事, 从不自己处理, 而是一切交给冯太后听觉的, 因此冯太后在去世前的十四年间, 她的正罪才华都得到了充分而有力的发挥, 不得不说, 冯太后的命真是太好了, 儿子和孙子都不是自己的血脉, 却想尽了儿孙福, 威风凛凛掌握了二十五年朝政大权, 还任性的毒死了季子, 她这样一路开挂的豪横人生, 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拥有呢? 冯太后是北魏历史上杰出的女政自家, 她遇事果敢, 敢说敢做, 善于发现和重用人才, 还主持制定了俸禄, 军田, 三厂等政策, 对国家稳定与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, 其间她也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, 但她机智的力排众议, 最终成功实施, 她在用人选嫌取能, 但凡有一点才能的人, 她都加以重用, 哪怕出身卑贱, 但却有本领的人, 她就改用, 这与曹操的为财事举, 很相像, 当然, 对于一些德高望重, 年长的鲜卑族元老, 她也不会过河拆桥, 不管不顾, 而是加以安抚, 让他们心满意足, 挑不出任何毛病, 因此, 在冯太后统治的二十多年里, 北魏政局基本是稳定的, 史上说, 冯太后为人心胸宽广, 不爱记仇, 当然对于伤她新的妓子拓拔红例外, 有一次, 厨师给冯太后端了一碗粥, 但是却不小心犯了一个错, 粥端上来之后, 却突然掉进了一个大油盐, 冯太后刚咬起第一勺就发现了, 当场就下了一大跳, 气氛一度有些尴尬, 当时, 在旁边伺候的十分纯效的孙儿拓拔红, 看到后勃然大怒, 命令侍卫将厨师拖出去斩了, 不料被冯太后笑着制止了, 吩咐侍卫把早已吓得半死的厨师给放了, 这就是冯太后的胸襟, 换作其他什么后宫妃嫔或太后之类的, 估计早就让厨师伸手一触了, 冯太后也有脾气暴躁的时候, 心情稍不如意, 遇下人犯了错也会宁人责打, 一答就是几十鞭子, 但他第二天往往就忘了, 待之如初, 就像那件事没发生过一样, 有时他还觉得过意不惧, 假官刺悟安抚对方, 这应该就是典型的对事不对人以及胸怀大度吧, 因此大家都知道冯太后的脾气都不怨恨他, 反而都很拥护他, 即使受了委屈也不离开, 毕竟太后并不是真有什么坏心言子, 冯太后的博大胸怀还体现在他为自己选灵幕上, 这些也是其他妃嫔不能比拟的, 一次他与孙儿拓跋红一起登上了方山顶, 冯太后最喜欢登高远眺了, 这时他远瞻远近山川, 不禁感慨万千, 对群臣说, 当年余顺葬在苍武, 俄皇, 女婴并没有陪葬, 何必一定要葬在皇陵才嫌富贵呢? 我死之后, 不要把我送回祖陵, 把我安葬在方山顶上, 最合我意了。 于是拓跋红就在方山顶上建造了方山永固陵, 公元490年, 49岁的冯太后去世, 年龄不算大, 她的遗体被抬过陵泉池, 抬上了方山顶, 安放在了这个高高的风土堆下的石室里, 如今, 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, 蒙古草原上的风一年年地吹过方山顶, 这个风土堆一点都没有减低, 虽然沧海桑田, 人间几经颠覆, 但登上方山顶, 站在永固陵前, 冯太后的英雄气概仍令后人缅怀不已, 冯太后的永固陵, 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镇川乡, 大同城北25公里处, 与长城相邻, 这里群山耸至, 山清水壁, 风景秀丽, 已成为了游人如知的一大旅游景点, 冯太后被称为千古仪后, 敌, 却实至名归, 她的原形就是曾经热播里的李卫央, 冯太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政自家, 她生活在动荡混乱的南北朝时期, 执政达25年之久, 她运筹帷幄, 凭借非凡的胆识与智慧, 在凶险万分的宫廷青亚中, 一次次地化险为一站稳脚跟, 实现了北魏两代人顺利交接, 辅佐了三代皇帝, 尤其培养了一代明君北魏孝文帝, 这点与孝庄太后培养康熙皇帝类似, 她力挽狂澜, 维护了北方统一, 并大力倡导改革, 为北魏王朝政局稳定, 民族大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 同时深远的影响了隋唐, 为后来的胡太后把政, 武则天称帝等提供了实践依据。